歡迎收看耀財財經台全日總結環節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亞太區今日股市收市表現 東京日經指數跌1.44%收市 報8962點,跌了131點 今日低位見過8639點 而韓國使用總合指數升1點,報1959點 今日高位見過1961點,低位1919點 而台北加權平均指數,臨收市跌幅收窄 跌了半個百分點,報82882點,跌了81點 今日低位見過8150點 再和大家看內地股市表現 上證指數今日跌了1.14%收入全日 做2897點,跌了33點 日中高位2935點,低位2885點 而互深300指數跌了51點,3197點 跌幅1.57% 而深圳城市跌了215點,報12650點 跌幅1.67% 再和大家跟進港股收市表現 今日成交有900億 恆指跌了416點,報22284點 而國企指數跌了1.46% 12457點,跌了185點 而期指方面仍跌了388點 22223點,低水62點 成交有99000多張 再和大家看主要的藍籌股收市表現 匯豐控股跌1.68% 做79元,跌1.35元 中移動跌2.46% 中國銀行跌5先,4.03元 跌幅1.2% 而工商銀行跌1.5%,6.01元 而建行6.92元跌1% 再看另外幾隻 港交所跌2.4%,159.9元 新地跌2元,118.4元 詳實116.6元,跌2.9元 而中銀香港23.6元,跌5毫5先 而中國人手跌2毫,28.8毫半 中海油跌4毫,17.26元 中石化跌7毫,7.7元 而中國銀行跌1毫,7.31元 而中國海外升1毫,13.24元 而騰訊控股大跌10.9% 193.2元,跌23.6元 請了身邊的嘉賓 來自要財證捐研究部分析員 梅華閑小姐 Hannah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說一下騰訊 今天跌23.6元 低位見過193元 收市亦在求全日低位193元收市 做193.2元 跌幅很驚人 問一下Hannah 之前升得這麼急 今天有這麼大的回調 我相信大家都有點害怕 沒錯 看回今天騰訊跌幅接近11% 相當驚人 現在就是藍籌股來看 再看回到股價大卸的原因 就是看回業績方面 不是這麼理想 看回整體來說 純利增長是56% 其實單體純利方面 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按季度來看 其實看回第四季方面 收入其實增長幅度 只有2.1% 意味著其實第四季方面 收入開始有一個增長放緩的情況 還有我們再看回未來的一兩年 其實騰訊就是資本開支的高速增長期 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回公司方面 就開始增加一些商務平台的業務發展 令到資本開支開始大增 而另一方面就是看回它的收入 如果增幅未能夠維持同步增長的話 有機會就令到公司方面的毛利率 以及Ebitda的經驗日利率 都會錄得一個跌幅 所以正正因為 就是基於這個 憂慮它的增長放緩的情況 令到股份方面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沽壓 再加上其實整個市況方面 都不是那麼穩陣 而看回早前騰訊來說 因為炒業績的關係 其實股價表現都相對大市來說 是為之強勢 當這份業績出來了之後 其實早前買入的騰訊 這一隻股份的投資者 自然會在市場上沽售它的持股 令到股額會進一步加大 使到股價方面 就是今天來說 跌穿了重要的支持位 說到50天線 短線不排除有機會 再跌到185元的支持位 好啊 我想買了的朋友今天都很害怕 另外一個板塊跌得比較厲害的 就是電力設備股 一起看看股價表現 金峰科技有得升 升3.4% 做14.6 升4.8 上海電器急射12.6% 做3.53 跌5.1 而東方電器也跌8.6% 做25.25 跌2.4 而哈爾斌動力更加跌12.2% 做8.15 跌1.14 而高速傳動有得升6% 12.58 我想電力設備股 只要一沾著環保設備 就有得升 一碰到核能 就見到全部都跌成十幾十幾% 問問Hannah 其實電力設備股 我們雖然擺同一個板塊 但見到其實 你的表現真的很覺異 那怎樣看呢 這個板塊 看回核能方面的股份 其實如果公司來說 有做核能方面的電力設備的話 相關公司見到今天來說 跌勢比較大 其實最主要原因 就是看回中央方面 終於叫停了核能方面的審批項目 其實使得市場在憂慮 究竟相關的工程究竟要停多久 會不會影響相關的一些上市公司方面 它那個盈利方面會不會有一個倒退的情況 再看回實際上的影響其實都比較大的 譬如東方電器這間公司 它手頭上其實是說 核能相關設備的一些訂單 其實佔它整體的手頭上的訂單 說的有三成那麼多 而至於這個是東方電器 而至於這個是哈爾濱動力 都佔約的是13% 而至於上海電器方面也都佔17% 意味著如果一天中央方面 還未開始 dah未重新啟動核能項目的話 相關的訂單 其實是如果要收到錢的話 都遺遇無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不過這就會引來 投資者沽貨套賢的一個行動 甚至沽空的情況出現 所以短期內來講 相關的電力設備股其實都 現階段來說都不宜是沾手的 但反過來來說 或者趁勢來炒的話 風力相關的一些股份 又或者一些太陽能相關的股份 其實前景方面 尤其是短線方面的投資情緒 其實都仍然是比較高漲 短線來說 股價方面都仍然可以 可不可以維持強勢 但亦都要留意 如果短線來說累積太大的升幅的話 其實有機會 就是在之後釋放回穩的情況 相關的股份都有機會 被投資者拋售換碼去其他的股份 現在如果是叫停了核能 我相信內地一直都是用煤發電為主 會否一些煤炭股 可以應升上來 見到今天幾隻煤炭股 都有個不錯的升幅 跟大市相比 一起看看 中國神話最終收市是升了五仙 三十四元零五仙 現周煤升三毫子 二十四個七毫半 升幅都有1.2% 中煤能源也都升了0.7% 十一個五毫六升了八仙 而恆鼎和福山能源分別跌2.2%和1% Hannah 煤炭股 現在叫停核能 煤發電 煤價會否有得升 沒錯 看到煤方面 本身中國最主要的能源供應 佔中國的能源市場有七成多 當這些新能源 核能方面的項目叫停的話 市場會衝勁 傳統的發電 煤方面的發電將會上升 令到股價方面 短線都會維持強勢 謝謝Hannah 不如我們看看 有個招聘日 我們公司要財證券 在未來的星期六也會有個招聘日 可以大家一起看一個詳情 今個星期六的3月19日 早上10時到下午4時靜 地址是我們中環得庫道中 71號永安集團大廈10樓全層 我們會招聘大量的銷售和客戶服務主任 其他職位也有公開的招聘 詳情可以打電話來25327888 聯絡我們人力資源部的同事 Hannah 都要問問你 剛剛講過這麼多隻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休息一會 明天9時15分 同樣時間 就會繼續我們要財財經台的節目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